我們今天的訊息是你願意改變自己嗎? 很多人願意改變,不過他不願意改變自己 他說,你喜歡改變,喜歡,我喜歡住一間大屋 我喜歡有車,我喜歡有多些衣服,我喜歡有多些東西 那些改變就是人都想,我想有份新工 但今天這裡是你願意改變自己嗎? 這一幅是我在網上看到的圖畫 他寫英文,中文我加上去 他說,I know,I'm wasting my life, but I just don't want to stop 他說,我知道我在浪費我的命,我知道我在浪費我的命 不過我不想改變 那無論這個人是甚麼情況,無論是甚麼情況都好 可能他的樣子好像有些人,所以引致他身體健康也有問題 他說,我知道我在做的事在浪費我的命 不過我又不想改變,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認識這樣的情況 就是有些人,他的情況是很差的,很嚴重的 但是他又不想改變 我們今天就是思考我們能否改變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改變 或者你已經改變了很多,就需要更多的改變 而實際上很多人是改變得很少很少的 但是改變是難的,這裡寫甚麼呢? 有統計就說,百分之九十的人是不想改的 而且他們很難改的 人是不喜歡改的,就是不喜歡改變 尤其是改變自己 改變自己是最難最難的一件事 第十三章二十三章一起讀 古實人喜臨改變皮膚呢? 炮喜臨改變斑點呢? 若能你們者習慣行惡的便能改行善要 因為以色列人很多人不聽話 神就用這句說話去提醒他們要悔改 但是這句說話,他真的指出問題 但是到底有多少人回應呢? 希望有更多人回應 他說古實人就是黑人 左邊就是我們坦索尼亞的時候 見到一群這樣的小朋友 所以我們就籌了錢 為他們興建一個主學的建築物 在網上都曾經傳給大家看過 因為我們所有的奉獻 我們的出入 全部都有核數師、核數 和政府都可以核數 我們都很小心 尤其我自己全身是奉神 我又不仇身 我為何要在這事上有任何的規限 所以我完全… 他說明什麼用途一定用的 所有奉獻都一定是用在神 吩咐我們用的地方 那黑人可否改皮膚呢? 那些… 我們去到那裡 他會捏一下我的肉 摸一下,很有趣 為什麼肉和我們顏色不同呢? 他們的皮膚顏色跟我們不同 他能否改變顏色呢? 事實上是改變不到的 那炮能否改變他的斑圈? 這個就是列炮 叫做全世界最快的 我忘記了 是跑七十里 七十公里 不知道英里還是公里 是很厲害的 或者車子普通行的速度 就是可以跑到這麼快 當然他不能夠長時間這樣跑 有幾隻小隻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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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通常不養得大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動物都想殺牠的寶寶 有些老虎、獅子 是專門殺牠們 凡是這些獵食動物的寶寶 讓牠們沒有那麼多競爭 大部分人都不想過 但是偏偏神是想我們改 所以很多人是不喜歡信耶穌 他不喜歡信耶穌 他去廟裡拜不用改 總之你到時候拜一下就可以了 你不用改什麼 你不用罵人 有些人去打麻將 他會拜他們的偶像 才去打麻將 去賭錢 他又去拜 記賊又拜 賊佬又拜 他們可以做回他做的事 但是他們不需要改 但是聖經說到 神是想我們改 而人是不想改 為什麼人不想改 因為人就是有一種惰性 和一種罪性 聖經講到 另一個改是有果子的 我們一起讀 馬太三章二節 天國吉了 你們應當悔改 由地八節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 與悔改的心相情 當時耶穌來 將天國帶到地上 你謙通悔改 能夠進入這個天國 而我們悔改 就結出果子 即不只是 有些人很喜歡 他就會認罪認很久 神是說我這個罪 祈願又會再犯過 這樣神不是真的悔改 我們真是說 神啊我們知罪 我們就悔改 求主幫我們改過我們的行為 結出果子來 下面那幾個圖 第一個就是 剛剛我們看過的圖 就是 我知道我浪費了我的命 不過我不想改 即是祂是不想改的人 但是神改變了祂 祂想改 祂悔改 然後結出果子 這就是經文所說 祂本來是不想改的 人本身不想改 其實你接觸周圍的人 你有沒有發覺很難改的 你跟他說些什麼 有時很簡單的事情 麻煩你洗碗乾淨一點 麻煩你的東西放好 都很難改的 但其實不是很難的事 但是為什麼人不改不了呢 是否因為他沒有能力做到呢 有時不是 是他不想改 而有些是真的覺得 沒有什麼能力去改的 好了 這三個顏色 第一就是人的罪性 人就不喜歡改 因為人有罪 人是不喜歡改的 但是因為神是聖結 祂要求而悔改 所以這件事是違反人的性的 神是要人悔改 所以人是不喜歡神 人的本性是不喜歡神 除非讓神更生 然後我們應該怎樣 就是悔改結果子 果子真的可以很多 我們一生人可以幫的 很多人 你當這菩提只是一個人 一粒就是一個人 你以為你一生可不可以幫到這麼多人呢 我們伏事隊 一個個禮拜幫人 真的有時可以幫到更多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信心 我們真的可以的 為什麼人需要改呢 為什麼需要改呢 左手邊就是我們人的實際情況 人是罪人的 雖然表面看起來好像很好樣 但是背後是罪性來的 還有人會憂傷 還有害人的人和受害者都有問題 為什麼受害者都有問題 大家看到這裡 這個當是罵人的人 他又發脾氣 發傷害人 這個人就給他影響 他是低沉 他又很容易會怨恨 其實就算低沉也是罪來的 因為低沉就是 就是說不要活出神的聖情 在裡面煩惱 都是一個罪來的 然後他就會怨恨 然後這個兒子 聽到他的吵架 就覺得很不開心 他又會厭惡他們 而且他會比較容易不嚴恕 就是說害人的人和受害者 都是可以有問題的 而神是想我們怎樣呢 神是想我們做神的代表 我們是主的代表 在世界上呢 就是把福音傳給人 做好的見證 如果我們這樣的人的時候 我們怎樣做好的見證呢 生命改變不了 是很難的 其實很多人都是受人影響 所以很辛苦的 但是我們既然是神的代表 去關心人 去傳人福音 以及是基督的精兵 或者是基督的精兵 將人從魔鬼的手中拔出來 拯救他們 更新他們 那神要做這樣的工作 他用什麼人呢 那些人影響在罪中是很難的 是一定要改的 所以神的計劃 是一定我們需要改的 但是為什麼人這麼難改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 不覺得需要改 我為什麼要改呢 我都好好的地 生存了這麼久 為什麼一定要改呢 就是這樣 他不覺得需要改 那被情緒帶著 好像這個奴仔 他這樣拔他 是不肯起來走 情緒帶著呢 其實如果大家中間有些 留意到你本身有些情緒的情況 你發覺很難去處理生命的 不想 沒有心機 我好煩 哎呀想死 這些是 凡是情緒帶動的人 有些人 思想帶動比較容易改一些 情緒帶動的人是很難改的 即是說他有煩惱 露氣 激氣怒吵 還有人是會習慣現在的方式 什麼都習慣 習慣了就不想改的 我習慣了人家罵我 我就會煩 我就不想改了 另外呢 就是人家喜歡在安全區 安全區就是說 我在這個情況我最安全 我改另一個情況 我不安全 我覺得很難 而且難改是不容易的 真的 如果你改一間屋容易 物質的東西容易 另外你只是改一件事 不要發脾氣 不要煩惱 人家說話 不要當吃光 不要當是受落 而是知道它是垃圾 就不要吃 是很難改的 因為人是很容易受落 還有有時 不是 有時是懶改 沒有心機改 還有很多人對自己 叛放是 我都是不行的 我做不行的 基督徒也會的 做不了了 改變不了這些 這些被那些牧師做 這些是 那些衛生的事奉人員 我們不行的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會怕改變 神妾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改變不了 我什麼事都做不到 大家有沒有這些藉口 其實原因之一就是很多藉口 好了 不改又怎樣呢 有些人說 我不肯改 不改又怎樣呢 繼續煩惱低層變差 人當然是 有問題 其實每一個人都一定有問題要處理 如果有些問題一直積聚 你想想 如果有些人罵你 每次罵完又積聚 下次罵又積聚 每天罵完都積聚 我們個個都受不了 我們總會有處理 其中一個方法 有些人處理 有些人不是透徹 不過就是忘記 過去的忘記 總是會有些處理 如果那個人從小到大 到現在的 都憤怒一直憤怒到現在 他一早已經不存在這個世界上 但他就算他不是真的處理 他有些忘記了 有個後果是什麼呢 他的問題不明顯 不過是潛伏了 變成潛意識 他的思想已經不是在想 以前發生的事 但是潛意識 變成已經是很負面 很不開心 所以他始終一定是他的煩惱 會變得低沉 變差 還有人際關係很難改 就是這個下面的圖 人際關係很難改 這兩個人 兩個人的態度都有問題 誰先誰後知 那個男的對女的沒有興趣 那個女的用一個很質疑的眼睛看她 為什麼你這樣對我呢 到底是女的態度 導致男的也不想跟她說話 因為男的態度 導致女的對她會這樣 不知道 但是呢 人的關係就很難改變了 還有呢 會覺得被困了 哎呀好慘啊 好像這個圖啊 很難出 出不來啊 改變不了啊 這樣 做人不開心啊 那條命浪費了 就像這個人 他說 我知道我浪費了一條命 不過我又不想改 這樣 那一生人呢 都是不改變的時候 後果呢 就很淒涼 大家想不想改變 變好 是變好 不是變差 是變好的 好了 這個呢 今天我們會用的 這幾個圖是很重要的 我們讀一讀一下 第一個裡面開始 第一 安全區 合併區 伸展區 脫離區 成長區 安全區 大部分人都留在這個安全區 他經常都是這樣 有些人呢 幾十十歲 到來這個世界 都是這麼小器的 就是 的這麼小器 有人說他什麼 他就發灌灑 完全是 要人哄他 或者生氣了人 整幾個月 整幾年 有些一輩子都生氣了 就是他一個安全區 他永遠都出不來 這個合併區 其實我也想查回他本來的意思 因為consolidation 本來 英文有兩個意思 一個就是鞏固 一個就是合併 我覺得這個時候應該是合併 合併就是 他有個新的觀念 他本來是這個安全區 有人介紹他新的觀念 聖經介紹他新的觀念 於是開始覺得 我都要嘗試用一下這套新的 如何處理 不要吃垃圾 如何愛人 所以兩個觀念從事存在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比較高些 consolidation 也可以鞏固他新學的東西 他新學的鞏固 即是另一個意思 可能的意思是鞏固區 或者合併區 好了 但他開始stretch了 這個伸展 即是說 開始他要做一些他比較難做的事情 開始平時做不到的 試一下 即是要走出來 然後開始脫離 舊友的方式脫離 然後去到成長區 即是說 他現在成長能夠改變 我用一個例子 被人很煩惱 他每天都一天說 他就 啊啊啊啊 他又哭了 又躲起來了 即是他不是哭出來 不過他就會苦惱了整天 這個就是安全區 合併區 他開始聽到的觀念 就說我需要處理情緒 他開始知道這個觀念 接著他開始試一下這樣做 試一下處理情緒 試一下不要被人影響那麼多 他開始脫離那些 經常煩惱的情況 然後他進入成長 即是說 原來一個人改變 不是一下子的 這個圖是很有幫助 大家去思想一下 你處理問題在哪個區 很多人都 所以友宋很久都在安全區 經常都用他自己本來的方式 始終都一樣 那你有沒有開始 你明白了聖經的真理 不要吃垃圾 去放手 想多一些神的恩典 有神的同在 其實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基本上就是清理垃圾 然後加上神的恩典 和幫助 就是基本上這樣的 但是呢 很多人來說是很難做的 其實個個都難做 個個都難做 不過有些人是否行心去做 決心去做 用力去做 個個都難的 我都難的 不過我決心去做 因為我珍惜 其實他動力 因為我珍惜 所以我珍惜神 和珍惜我的生命 大家珍惜呢 你就能走到的 那大家要留意一下 你在哪個區 有些可能就是合併區 我知道 我知道要這樣做 不過做不到出來 那開始要伸展 未做得完 伸展一下 然後呢 開始脫離那個舊方式 你未脫離舊方式 始終都是回前面 整天都是重複 都是會煩惱的 那麼 我們開始脫離 這個以往的煩惱方式 然後開始進入這個成長區 那你有這句說話 離開安全區 是怎樣的 不死得的 不會呢 哎呀 一會掉下來 那是哪裡來的 死了 去哪裡了 不用怕的 你開始離開你的安全區 在神裡面 都是安全的 另外有本書 改變思想就是改變生命 Change your brain Change your life 這個觀念很好 就是說 你想你的生命好 不只是賺多些錢 很多人就認為 賺多些錢 總之那些制慾好些 就會我的生命好些 但其實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 mind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內 改變思想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會改變 改變有兩種 一種就越變越差 很簡單 跟著那些不好的朋友 那些朋友教你 哎呀 你做人不要這麼誠實 你有時要騙人 你做錯事不要告訴別人 你自己 你身懷身懷 就像這樣 你要生氣 你要做 你不要 你這麼幼稚不行 你做這樣的人 你一定會被人欺負 這個跟從了世人的方式 那時候我在中學的時候 我也有這樣的經驗 那些中學同學很喜歡笑人 經常笑 走過街上都笑 自己都笑 通常是笑一些女生 我是男校 笑一些女生 告訴他們什麼 在學校他們就笑我 又笑我又笑其他 我開始在想 我不是要學像他們那樣笑人 但我在想 其實我不想這樣做人 我不想這樣笑人 所以我決定我不選擇這個方向 但有時候 有些人會受到周圍的人的方式 周圍的人的方式是怎樣的呢 你要扮漂亮 你這樣的樣子 沒有人喜歡你的 你要穿漂亮衣服 穿名牌 你不要去女人街買東西 你去買一些漂亮的東西 因為別人看見你 你知道你的高質素 那些人不同 那些勸告 未必是好的 因為這些勸告的思想 是可以將我們變差的 因為有些不好的思想 你有沒有發現 有些做工的人很試賄 那些人 你跟他一起相處 他講的那些話 但有些基督徒在教會都是這樣 講來講來講 你穿的衣服 這麼有型有款 賣的東西真的很有型有款 都是講到外面的東西 聖經就講到 當我們改變的時候 神是會祝福的 耶利米書七章三字一起讀 萬君之遙為 萬君之遙為 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你會改正行動作為 我就使你會在這地方 仍然居住 這個救命的時候 神就說 應許他們將這個地方仍然賜給他們 但他們聽話以此 失去他的地方 後來只剩下地方 但他們又得不到 他們的聖殿的位置 到今天為止 都是他們沒有聖殿的位置 聖經說 當你改正行動和作為的時候 你就仍然能夠住 在這裏 神就會祝福 好 聖經說 先求神的國同的義 一切加給我們 我們當中有些人 都有缺欠 有困難 其實最好的方法 就是親近神 遵從神 走神的路 神就會凡是祝福的神 就會凡是興隆 神會加力量給我們的 真是預備的 是超乎我們所想所求 真是我自己都說 我都覺得很神奇 剛才昨天我在網上跟很久之前的一位教友溝通 因為中間發生過一些誤會的事情 我昨天跟他說 其實我一直都對你沒有負面的感覺 他的反應都很好 其實他都一直 我又失了他的聯絡 他就說 其實我都從別人探聽 他都關心 他聽到我對他的溝通 因為我 有一個人跟我溝通 我就問這個人的聯絡 我就跟他溝通這件事 因為我其實很久已經很想解決這件事 但我又沒有他的聯絡 然後我剛剛有他聯絡 我昨天就跟他溝通 過程是非常好的 他就問我 尼牧師你健康好嗎 我說感謝神 其實我又想到一首歌 我就沒有用這個方法說 我其實可以說 I am 16 going to 17 不過加半個世紀 我真的16 going to 17 加半個世紀 即是50加16 即是來6 來6 將近來7 我已經 不過我仍然健康 這就是神的恩典 和神的恩典 真的很多人 好像我這樣年齡 很多身體的健康要照顧 只是眼鏡都不知 怎樣照顧 或者各樣的事都要怎樣照顧 身體又很難享受生命 其實每個人都享受生命 先求神有覺和他一切加給我們 我希望大家都會說 我一點都不是誇要 其實我是 是犯過很多的罪 但是我 神改變我之後 我真心悔果 離開那些罪 限制我老神 真的大大的祝福 這裏我們看到神的什麼屬性 就是神會激勵人改正生命 即是神本身是很聖結的 他會激勵人 感動人去改變 然後呢 凡是改變的 他就厚厚賞賜那些更生的人 所以我們更生是最好的 就是神喜悅 雖然有些人不喜悅 不過不要緊 但也有些人喜悅 因為我們改變祝福他們 他會喜悅 神喜悅就最緊要 真是人的喜悅有什麼所謂 就算我們的老闆 我們覺得很重要 當然我們應該做好 令到老闆歡喜 但有時候老闆 是專門是他自己 鑽牛角尖畫 或者什麼原因不開心的時候 我們知道 其實這份工都是神次的 神掌管 神掌管 這個人也炒不到我魷魚 因為神感動他 他會覺得都是不炒 他的心可能想炒 但是神感動他 還是不要炒 神都可以保守我們 神你都可以令到我們 有機會升職 做得更好 總之你聽神的話 願意改變 神就厚厚賞我們 我們怎麼回應呢 我們就珍惜我們生命 願意給神更新 我們珍惜我們的命 你珍不珍惜你的命 其實我們的命是最重要的 但很多人珍惜 能花有多少錢 能花有多少錢 那些都要過去 但我們的命是最重要的 是永存的 因為你是永遠在天堂 有些人永遠在地獄 在天堂都有不同級數 聖經有說到不同級數 你是最近耶穌的十四萬四千 那你也有些聖經說到 你會想賜 是按照我們所行的 或是事物惡壽報 到底你是金文寶石 是草木和街 你所做的是金文寶石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不單止內生賢賜 金生賢賜 大家想不想是這樣 神會厚厚賢賜 所以你走神的路是最聰明 中間你未結婚的人 你走神的路 神會預備一個好的太太 或是丈夫 或者預備好的單身生活 都好 你不要以為一定要結婚 有些人結婚都不開心 但無論你是結婚或是不結婚 你都是好的 有些人結婚是很苦的 他經常都想出來 你問一下訪問一下結婚的人 你說你呢 你苦不苦 有很多人都告訴你 很苦的 所以不要羨慕 只是羨慕結婚 而是羨慕神的計劃 神預備那個人 和我珍惜那個人 我才能夠有好的計劃 我們要思想 我們在哪裡跌下來 如何去跟從神 如果不是 聖經有警告 這裡講到警告不改變 有什麼後果 啟示六二章五節 所以應當回想 你是從那裡聚落的 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臨到你那裡 把你的燈台從圓處落去 這裡 就是下面那裡 去著一路 他説 你要回想你事 從那裡聚落 在哪裡跌下來 這個講到以復所教會 你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就是你在哪裡跌下來 你想回頭 這個公仔 這個公仔 這個挑剔 去想回 我們在哪裡軟弱 什麼令我們這麼煩惱 什麼令我們這麼無能力 什麼令我們 不能夠活得這麼開心 然後 我們就悔改 由行起初所行的事 這就是經文所講 想回 很多人就是不要想 想什麼呢 他很壞 他壞 所以我這麼慘 這個就不是反思 這個只是指控人 其實周圍的人 他們的問題一定是不會改變的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有罪 慢慢想他會不會改變呢 不會改變 但很多人就注目在那裡 他真是壞 他真是壞 這樣一想 其實 這個就是舊有模式 這個就是安全區 經常想人的不好 但這樣的時候 不會改變 但當我們想 既然他不好 我怎樣改變呢 這就是一個新的模式 他不改變 我怎樣改變 我才能夠有喜樂 我可以喜樂的 其實有很多喜樂的人 是很困難之中的喜樂 事實上有很多喜樂的人 在困難中成長的 我自己是很多困難中成長的 我被人罵的次數 可能比你中間很多人都多 是很多很多 但我真的在被人罵的情況 我真的學習 不被人影響 所以變成了百毒不侵 有人影響我 他一直說我 我一直好像沒事 我已經分辨了 我去 即是不用放在心上 好 那誤悔那是怎樣呢 耶穌就來到 耶穌是拯救者 祂是幫助者 祂是憐憫我們 不過耶穌也是審判官 耶穌的審判不是只有到末日 今天都可以的 今天都可以管教 今天都可以懲罰 在哥倫多次元書 講到聖餐的時候 講到有些人 他們沒有悔改 所以是中間病的 死的都不少 我講到有人 因為他不聽神的話 神可以臨到審判 阿拉尼和薩菲拉 神立即審會 他們立即即死 今天神沒有這樣做 但是神可以這樣做 啟哨七教會 是有很多警告 警告到可以這樣發生 所以 那個後果是什麼 將這個登台 就是這個教會 講到登台就是七個教會 將這個登台這個教會 我們求神保守這個教會 不要下去 但是我們本人的關係 都可以拿走 神可以將他拿走 所以這個經文提醒我們 如果不悔改的時候 那時候的後果 可以是非常之嚴重的 好了 要改變的事情 很簡單一起讀一下 很簡單上面讀一下 改變壞習慣和罪 然後右邊 建立好習慣 這樣就很簡單了 沒有壞習慣 又好習慣 那就搞定了 這麼簡單 好了 什麼壞習慣呢 這個是螺旋式的下降 一個Vicious Cycle 破壞性的Circle 可能這字小一點 我讀一讀給大家聽 第一 負面思想或者情緒 就是有負面思想情緒 第二 不去處理了 第三 就不開心 第四 就是自我批判 批判自己 第五 就是負面看人 第六 就是講負面的話 第七 就是失敗感 第八 就是憂鬱 第七 就是反制性的 第八 就是憂鬱 這個數字錯了 這個 這個七八九 這裏就是 原來一個人 他不處理的時候 就越來越不開心 大家有沒有發覺這樣 不處理 一路批判 一路不開心 一路煩惱 是會越來越下沉 越來越低 但是這樣的時候 做人都很不開心 會煩惱 還有會受害者受傷 害人的人受傷 還有我們的罪 這個需要改變 這個罪的圖畫 有些什麼 憂鬱 憤怒 都是罪來的 情緒都是罪來的 藐視人都是罪來的 驕傲 這個是最主要 其實大部分的罪 都是自我 或者口講的說話 傷害的說話 或者中間這個 這個是我是第一 我話事 最重要是我想要得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貪錢 懶惰 然後這個是 欲念 就是他在看女生 心裏的欲念 這些不同的罪 都是在我們生命裏 我們需要改的 包括情緒 我們這些不好的習慣 那見到什麼好習慣 就是有神的話語 如果親印神有喜樂平安 神的話語 和親印神有喜樂平安 就會改變很多東西 然後就是分辨垃圾 凡是垃圾 不要受落 別人說什麼不好的東西 別人怎樣看我們 那些不重要的 人的不好行為 這些不重要的 而親印神 又去祝福人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很簡單 再度一次 改調 壞 習慣 無罪 這樣整個人的生命就會被提升 人最不想改什麼呢 就是內心和待人節物 最不想改 因為這個是我們以往的習慣 已經是慣了 是這樣的 很多人習慣什麼呢 煩惱 負面 苦惱 苦悶 就是習慣了是這樣的 我看到小朋友說 好悶啊 好悶啊 因為好悶啊 經常都要打機 經常都要玩 他從小時候已經習慣了打機 所以不打機 是好像會死得 他經常都會煩惱 而且不喜歡自己 都是要改的東西 為什麼不喜歡自己呢 我都是沒用的了 什麼都做不到 什麼都學不到 不會改的 我不行了 這個就是看小自己 不懂得愛自己 還有呢 不喜歡自己的制度 我真的很慘 我真的很慘 我自己遇見的東西都很慘 不喜歡某個人 或者是吃垃圾 經常吃垃圾 數數不好的東西 經常數一些不好的東西 這是很多人的習慣 兩個人聊天聊什麼呢 數數不好的東西 老闆什麼東西 我老公什麼東西 誰什麼東西 鄰居什麼東西 樓上那個什麼東西 有空就說這些 這個是娛樂 是不是娛樂 這些 好像是娛樂 不過呢 是破壞性的娛樂 這是人不喜歡說的 那神想人怎樣呢 詩編秀六編第八節 我們一起讀 我將耶華 在我身上擺在我面前 在神的同在 這樣的時候 我的心就會歡喜 我的靈就會快樂 我肉身安然居然 整個人都得醫治 心靈身體都得醫治 神就想我們這樣 整個人的思想行為就改變了 一定是從神而來的 好 這裡講一條路 怎麼這條路可以進入一條高層次的路呢 我們何可以進入一個高層次的路 黃馬書十二章二節一起讀 不要效法者的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測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存 可氣的旨意 你想進入神的善良純存 可氣的旨意 神完美的計劃 好不好 神計劃一定好的 神計劃得 那樣東西是全世界最好 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好像神那樣東西那麼好的 那你想進入神的計劃是怎樣的方法呢 精力更新而變化 就是我們的思想需要改變 第一個圖是怎樣 誰坐在補座上 自己坐在宝座上 那下面的图是怎样 自己划了事 这个第二个图是怎样 耶稣坐在宝座上 我呢 就俯伏在耶稣下面 第一幅图的耶稣在哪里 在外面 这个就是属灵四顿律的图画 就是未信耶稣的人是这样 不信耶稣不一定是这样的 有些人信耶稣 耶稣入了去不过未改变 这个是耶稣入了去 并且耶稣做主 有几多基督徒真的是耶稣做主的 有几多基督徒真的是耶稣做主的 不多的 真的不多 如果你是耶稣做主 你是很好的 神很喜欢你 如果你由这样的样子 真的将耶稣做主 你就会一步一步 神就会将你的计划提升 你的一生一定蒙福 好像我那样 你见到我和太太 是不是真的好享受 真的好享受 我们什么都享受 有些什么他会有时给我的提议 那我又多谢他 我又会听 我又会去改 我又不会觉得激气 又不会一直做 我觉得是一礼物 他又会常常给我支持帮助 总是支持 总是帮助 我又总是给他支持帮助 总是互相欣赏 是不是这样做人开心很多 又可以发挥 一路一路提升 一路祝福更多人 神又喜悦 其实大家都可以的 你不一定去到 伏事队这个层次 你做一个什么层次呢 时时和人说好话的 鼓励人的 欣赏人的 这是第一步 为人祝福祈祷的 經常為祂祝福神,祝福牧師,祝福福福士,祝福教會,祝福周圍 這樣的時候你已經向著這個方向去 你就可以進入神這個善良、順傳火器的旨意 進入完美的計劃 《聖經》有一個例子就是有兩個人的改變 《四論主義》十五章三十八字一寫 但寶萊因爲馬可從前在龐菲利亞離開他們 不和他們同去做工,就以為不可帶他去 於是二人起了爭論,甚至彼此分開 巴勒巴帶著馬可坐船網,居比路去 在這裏講到就是因為馬可曾經在龐菲利亞的時候 離開了保羅,他就覺得我不想和他一起 現在這一陣我不想和他一起,即不可以帶他去 於是二人就變成了保羅和巴勒巴爭論 爭論甚至彼此分開,巴勒巴帶馬可坐船去 居比路去 所以這裏看到保羅和馬可和巴勒巴在這裏都不行 但後來在《提摩太後書》四章十一節一起讀 獨有路加在我這裏,你來的時候要把馬可帶來 因爲他在傳到的事上,於我有益處 這裏完全不同了,有什麼不同呢? 保羅就說有路加在那裏,你來的時候 從《提摩太》講,你來的時候帶馬可來 因爲他在傳到的事上,馬可一定有改變 所以馬可願意改變 由保羅也願意改變,以及對於馬可的看法 這是很好的,因爲有人改了,但另外的人不改變對他的看法 這時候的關係仍然是不好的 但是保羅改變對馬可的看法 並且接下去公開的,跟《提摩太》講,你不如帶他來吧 我相信馬可聽到也很開心 保羅,今次請我來 神的屬性是什麼?神有改變人的能力 他能夠改變馬可,也能夠改變保羅 這個呢,容易嗎? 如果你和一個人有些困難的時候,容易改變嗎? 不容易 我自己時時都相信他會改變 不過我發覺有些人很肯面對 我只能夠按照他們願意的程度 願意的,我就嘗試去和好 但我當然也有很多技巧 第一就是我們內心 不要傳著一種定他罪的心 有一種寬容的心 欣賞他先,然後才可以引導 問一下可以怎樣處理 這樣的方法就好過 你這樣做,你真的要悔改了 你悔改,我們就合作了 這樣的時候,很多人都受不了的 我們需要有一個柔和的心 寬容的心 好了,既然大家想改變了 想改變,怎樣改變呢? 我們一起讀一讀這裡 怎樣的方法 第一,需要神的能力和動力 需要願意和堅持 接受會有失敗 需要逐步而可量度的改變 不斷地欣賞和鼓勵自己 怎樣改變呢? 是一定要有 第一,有神的能力和動力 沒有神的能力,我們改變不了 世人都是,你看到 其實大家接觸周圍的人 你發覺人總是很難改變他的內心 都是會煩惱 不喜歡人 和有些人有阻隔 生氣人 總是有這些問題存在 而我們改變成為一些 接納人的 關心人的 幫人的人 是真的不容易的 所以這一定需要神的能力和動力 那這個哪裡來呢? 就是親近神 神就好像這樣了 這個代表神 我們就是踩單車 我們學著踩單車 需要他扶我們 推我們 以後我們可以效應前下 我們需要耶穌給我們的能力 這是第一 一定需要的 想改變 靠自己一定不行 我們發覺很特別 親近神自己想改變 有沒有試過這個經驗? 親近神開始不想生氣人 開始想想 又會有些意念出 其實這些意念 很多時候就是神的意念 你一個祈禱的親近神 開始在想 我對祂好些 我祝福祂 會有這些意念出現 這就是神跟我們講的 你留意一下會留意到的 好了 需要願意 有神的能力 我們願意去改 我們找到有什麼地方需要改 我們需要願意去改 我們需要願意去改 還有堅持 有些人 好了 我要不要被人影響 今天不被人影響 為何明天又被人影響 後日 好了試一下改變 大後日又來過 重庸覆覆 對不對 所以我們需要願意和堅持 如果有一個問題 真的影響我們 可以用一個方法 用一本寶寫下 今天日期 改變了沒有 改變了多少 不要期望一下子改完 今天 我都開始為祈禱 立刻給個剃自己 我為祈禱 我今天欣賞他 給個剃自己 欣賞一下自己 這樣的時候 就有鼓勵了 就不要期望自己 我又對他完全好 完全 怎樣善待他 這個微層到處 一步步善待他 不給他影響 或者開始不吃垃圾了 那些人跟我說話 我怎樣不受他影響 我怎樣呢 我放手了 接受會有失敗的 不要緊 失敗不死得 還有機會 我們還未離世之前 還有機會 現在還有機會 需要逐步而可量度的改變 逐步而可量度 譬如說我要原諒他 不是很薄一聲原諒我 首先我能不能夠 想一下他 其實他受很多人傷害 其實他生命裏面 有很多困難 我開始想一下他的困難 然後想一下我怎樣憐憫他 然後為他祈禱 然後慢慢祝福他 對他的態度改變 又見到他都懂得笑 又可以買一些禮物送給他 做一些他歡喜的事 那麼多步驟一步步 下面就有個圖 這個是有人所寫 不過我就和他加了一些東西上去 那這要寫什麼呢 十月計劃 實際完成的情況就是怎樣 第一 不要讓人在這個我加的 不要讓人負面影響 寫了四十次 我試過有人說我 我跟著又改了 不給他影響 你自己可以數一下自己 我幾次試過 這也是很好的 我今天老闆說我 我不給他影響 一次 感謝神 然後第二天 又做了什麼 又幾次 為什麼有次數可量度 有重要性呢 你只是想 不要聽別人 不要吃垃圾 只記得 今個月有試過不吃垃圾 不過不記得做過幾次 到底有沒有成功做到 當你知道自己成功做了四十次 還有你有次數 你會容易數一些 我今天做了 我今天可以踢個踢 那我今天做吧 我今天就 不要計較他的事 於是 有機會回去踢一踢 給自己有分 開心一下 明天他又做了些不好的事 我又踢一踢 又不給他影響 這樣的時候 就更有動力 即可量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鼓勵大家 用一本寶 如果你想的話 去處理生命 你就用這個方法 是一個好的方法 然後這裡就跑 它就超額 它就本來跑了15公里 就跑了21公里 然後第三 這裡我就說 全虎音 六次 我又超額 七次 結果 參加一次外展的活動 我又完成了 還有 每天早起零修20分鐘 它就完成了50% 都有寫到它做了多少 即是說 用一個可量度的方法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容易一些進步 然後呢 不斷欣賞和鼓勵自己 我今天有進步 感激神 Hallelujah 我今天會進步 就會改善 我也曾經分享過 我自己曾經有 被人說我 有一種害怕 自己的社會 會自己會害怕 我不是害怕老鼠 蟑螂 我不是害怕 馬上有些什麼人 有些什麼 裡面有一種懼怕的感覺 我就知道神幫我 不用怕 感激主 Hallelujah 一感激主 Hallelujah 鬆了 我就告訴自己 感激神 我進步了 就是這樣一直持續慢慢的 那種習慣沒有了 我自己 我分享我自己 有些人給我提醒 或者神給我提醒 有某人給我提醒 或者神給我提醒 我就會放下一些不歡喜的感覺 都有些不歡喜的 第一不歡喜 哎呀我又做錯了 有種不歡喜的 第二覺得 會有些瘀的感覺 第三可能覺得 總是有一種 一種不舒服的感覺在裡面 就是被人說的感覺 那我就順利放下 不要緊的 自己錯了 被人說都不要緊 就放下 不要計較 不計較 也有點不舒服 那我就感謝神 我正在進步 正在進步 神會幫我 那心就會越計較 然後呢 我就珍惜自己的生命 那我就會多謝對方 我叫自己多謝他提醒我 就是我這個是 叫自己這樣做 是我的思想帶領我 思想帶領我去這樣做 然後呢 我就去想一下怎樣去改 然後我就盡量留意去改 以後 即不是一次是以後留意 就是我感激主 和欣賞自己 即是我會用這樣的方法 去提自己 你用到什麼方法都可以 這只是一個我自己的例子 好了 有不公平的情況 或者人對我不好 我怎樣去一步步去搖書呢 我們一起讀 我留意到自己不開心 我堅信我信從神 神必祝福 我用長時間宣告神的愛 我用長時間討告去放手 我去憐憫傷害我的人 我欣賞自己的進步 我愈留意不受影響 第一就是我留意我自己不開心 有人對我做了些不好的事 我留意到不開心了 那我就堅信我聽神的話 神就會祝福我的 所以我不用給他影響 我堅信我聽話神一定祝福的 然後我用長時間宣告神的愛 耶穌在愛我 耶穌在愛我 耶穌在欣賞我的 我有這個心 神是歡喜的 我未做到也好 神都已經歡喜的 我一直這樣宣告神的愛 然後我用長時間討告去放手 一路祈禱神 我放手 不用計較 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的 然後我就憐憫他 想到他的困難 我又欣賞 我有進步了 我越來越不受影響 我一路做什麼呢 我都說神現在很開心 這個互動式的 討告和互動式的行動 我一行動的時候 神就歡喜了 好了 這幾句說話 這幾句說話挺好的 一起讀 做你沒做過的事 叫成長 做你不願做的事 叫改變 做你不敢做的事 叫突破 就是說 你沒有做過的 那天你沒有做過 你願去做 你就成長了 向前去成長 這個很好 已經好 但是做的你不肯做 你本來不肯做 跟你道歉 你不肯做 放下垃圾 你本來不肯做 善待那個對你不好的人 本來不肯做 但是你肯做 這個就是改變 就是人改變 然後呢 你不敢做的事 你覺得太難了 超越我的能力 我不做得到的 不敢做 就是突破 就好像這個人 你夠不肯像他這樣滑浪 哇 真的很厲害 那些滑浪的人 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他要跌多少次 跌多少次 每次滑浪 到最後都會跌 最後都一定會跌到水 不過有些味道就已經跌了 但是這個真的 很需要放膽做 那些人第一次去的時候 有沒有害怕 都會害怕 但是他就衝破 這個就是 我們人生的改變 所以有幾種 一起做這個紅色字 成長 改變 突破 你會不會向這個方向去呢 因為你說 我永遠都不成長了 改變就不用談了 突破就更加不用談了 永遠都是停留在 哎呀很可憐啊 哎呀沒辦法啊 好煩啊好煩啊 又是不是這個狀況 還是我可以向前去呢 那我希望大家相信 靠著那家級的力量 我凡事都能做 好了 那我自己的一些障礙 我都是有障礙 我靠主力突破 名要歸神 不是我的能力 是神的能力 我小時候講話 講了半天就停了 因為覺得那些人不喜歡聽 家人不喜歡聽 所以我講那一刻 沒有信心 我到中學都是這樣 因為那些同學呢 他們很玩得啊 很傾得啊 那些他們講話就很放膽 但是呢 我覺得我講話的時候 那些人都會聽 有時候講到半空 我都停了 那我同學都問我 為什麼你要講話 講到半空都停了呢 就是我自己 知道這個問題 但是我講完道 後來改變呢 就是我信耶穌之後 那我回到教會呢 我就發覺呢 我第一次去教會的時候呢 我們在團體的 就坐在那裡 那些人分享 然後呢 我忘記有人問我 那天怎麼樣 我就告訴他們 我那個心路歷程 尋找是否有神的 還是沒有神的 這個世界 那我發覺 我講的時候 每個人都聽過我講話 每個人都不得意 那我講得很開心 那我就開始講話 這種障礙就失去 但是有時候 一樣會出現我 有時候呢 我講話的時候 又覺得 那些人不想聽 或者呢 好像想不到說什麼 然後就停了 沒有了下文 都是我克服 就是我需要克服 主動的克服 我講下去 想下去 就是有時候 想不到說什麼字 那我就要試用不同的形容 去形容出來 那樣東西出來 那這也是一個障礙來的 我記得那時候 我回到香港 我爸爸問我 一句話 你講了這麼厚實 怎麼做牧師呢 因為他的印象 我小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我完全改變 和我小時候完全改變 和我小時候完全改變 和我後來出去傳呼 我又放膽去講 這也是一種的衝破 好了 在一些批判人的面前呢 我就不敢說一些說話 其中呢 其中呢 其中一個人呢 我曾經和他一起相處 那他怎麼樣呢 他就講一個 那個詞呢 就是什麼呢 CPA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即是 中文叫什麼 會計師 會計師 但是呢 那個Certified 和Public 美國就有一個CPA 那時候我就 我說CPA是什麼 那他就講什麼 那他就講什麼 這樣都不懂啊 CPA都不懂啊 立刻呢 那種感覺呢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試過這種情況 這樣都不懂啊 有些人就是這樣 他會很喜歡摘人 說這些說話 在這個面前呢 我就會不夠膽 那這個又是衝破的 即是跟他講話 夠不夠膽去講話呢 神呢 就給我這個 即是 逐步逐步的膽量 即是在這些情況 都能夠 我又不是要 我又不是要去傷他 我只是能夠放膽 講我應該講的說話 但這個過程 不是一下子的 其實我第一個太太 都很多次提我 他其實對我 很大幫助 這方面 他的人講話 很夠膽 他就提我一句說話 他說打蛇除棍上 在一個適當的時候 立刻講 你應該做的事情 你過了一個機會 就沒有那個機會 那就是 令到 都是一個對我生命的 提升 能夠放膽講 我起初講到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還沒做老師的 就是在教書的時候 校長就說 個個老師都可以講到 那時候我已經有心事用神 我很喜歡的 不過一上到廣台 坐在椅子的時候 哇 不斷震 手腳都站 不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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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其實這個情況 都有幾次都是這樣 坐到不斷震 不斷震 但我後來完全沒有這個 就是我直接 就是處理了 就是 我總之 我可以做 其實人們都有需要 人人都有困難 我就放膽去做 放膽去說 一定做到神要我做的事 我就衝破這種緊張和懼怕 有時擔心自己侍奉的能力 有時有些人的負面說話 有些侍奉人員的負面說話 都會覺得 哎呀做得不夠好 但是呢 在聖經《哥倫多詞書》四章二節 所求於管家事要他有忠心 我就說我忠心做 我就放手了 我就不用介意了 我就一直提醒自己 有時內宗都會有這樣的意念出現 我就說 不要緊我做好就可以了 神就歡喜 另外就是被人批判的說話 影響以至懼怕 我也講過了 就是洗管的時候自己會害怕 自己會害怕 我便說不用害怕 耶穌是很愛我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哈哈哈哈 便鬆一點 但是下一次又有 總之我一鬆一點 我就欣賞自己 我有進步 我有進步 我想分享這些 就是告訴大家 我很多這些過程 我都不是一下子改變的 我是經歷過很多 很多次的改變 其實我對自己也曾經有 不喜歡 覺得自己不夠好 很敏感某些地方 很敏感某些地方 很敏感某些人說的話 都有很多這些 我都試過了 所以你們經歷的 我都試過 我都知道 但我逐樣逐樣去處理 我還是依然繼續處理 依然是 在神的標準來說 都是相差好遠 不過不要緊 已經進門了很多 大家可不可以這樣想 不要緊的 繼續進步就可以了 有進步就可以了 有進步1%已經可以了 你跟大利說 有進步1%已經可以了 有進步1%已經可以了 小小進步已經可以欣賞自己了 這些圖 其實我很多圖 你喜歡都可以傳給一些朋友 另外一些就是 踏出突破 這些就是神給我去學習 去突破 我留意到可以學習的 我就學了 學彈琴 結他 打鼓 領敬拜 普通話 聖靈運作 講道法 輔導 如何進步 都是我 不斷 而很多時候不是有人教我的 是我看到人 我就跟著他改變的 我彈琴是學的時間很短的 我是刻意去學 我彈了之後 如何改變 如何改善呢 我都會不斷做自己的教練 自己告訴自己 另外就是我下一行一起讀可以 我悔改 處理罪 思想和情緒 不避免 下面 我觀察別人而學習 我主動嘗試新的方法 我建立與團隊的關係 欣賞和聆聽 我敏感性靈 帶領我去新領域 就是說我會悔改 我有個罪神 提我悔改 處理我的罪 負面思想 我一樣有負面思想 哎呀不行的 很困難 我都想過很多次耶穌快回來 我不用做 我想過很多次 但我現在不會這樣想 耶穌會給我一百二十歲 我就會給我一百二十歲 總之你給我幾一年 我就侍奉幾一年 就是我去處理我的思想和情緒 如何不被人影響 這個是我多 用很多時間 因為周圍試過很多次被人說 還有我觀察別人 他為什麼會做到 我就會觀察 然後學習他的方法 還有主動嘗試新的方法 譬如我曾經去宣教的時候 我曾經見過一些人領聖靈聚會 怎樣領 我就試去領 咦 發覺那些人有經歷聖靈 就是我初頭去的時候 是沒有人教我怎樣領聖靈聚會 我只是參加過聖靈聚會 還有領敬拜 我初頭領的時候 都是一樣覺得很不習慣 怎樣去跟神 好像說話聊天 去愛慕神 初頭都不懂得的 都是嘗試新的方法 所以我希望大家 有些人會說 你做這麼多事情我未必做到 不要緊 你一樣 你哪樣去努力 就哪樣去改變 還有建立 跟團隊的關係 欣賞和聆聽 都是要時間和方法的 有時候都做得不夠好 有些人都提醒我 多謝你提醒我 你試試這樣做 我們試試給多點時間 我們團隊可以溝通 可以建立 還有敏感性來帶領我去新的領域 怎樣神提醒我 譬如我自己的罪一樣 我處理的 在裡面有任何的罪 亦都去祈禱 還有去到不同的國家 這些都是神為我開的路 好了 那我們今天現在去思想 就是你需要建立和改變 需要改和建立是什麼 對神的行法 與神的關係 自我形象 思想情緒 對垃圾的處理 如何看自己或別人 如何待人 發揮生命心態 時間運用 生活習慣 時空心態 就是說 你對於神的看法有沒有負面呢 有沒有不喜歡神呢 不相信神呢 有沒有覺得神幫不了你呢 跟神的關係 是很好啊 你喜歡神呢 因為你會覺得 哎呀又要祈禱呢 你祈禱久了 是不是會厭煩 又沒有心機呢 就會沒有心機 又想到別的東西呢 祈禱的時候 你會不會又去 就是又分心啊 你的自我形象 對自己的看法 是怎樣 覺得自己沒有用 我們的思想情緒是怎樣 我們的思想是負面 是正面 情緒是怎樣 對垃圾的處理 任何人都沒有藉口 我繼續負面下去 有些人說 不是啦 我真的那些人很難的 很慘的 我都告訴你 有些人很難很慘 例如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些人在希特拉的集中營 隨時被人判死刑 有沒有聽過這些故事 有些人出來寫書 他那種奮鬥的力 真的很厲害 在這些集中營裡面 他真的去奮鬥 去得勝 如果你說你的困難 你跟集中營比 真的跟集中營真的相差很遠很遠 我試過有一次 有人都是爭我 我就忽然想到意念 因為我曾經跟神說 我願意受迫白 我就忽然意念 你現在跟受迫白相差很遠 他都不是拿一條鞭打你 他不是不斷地 不斷地 不斷地說你 他不是在不斷折磨你 想整死你 他都不是的 他都是內衷一句 我想一下 其實都不是那麼慘 這個都是我處理的 其實我想起 有些人慘了很多 我今天看到柬埔寨 那些人平均年歲五十六歲 有些人一生都沒有拆過牙 那些小朋友 有些人去特意義務做 跟他拔牙 一個口拔了八隻牙 八隻牙煮完 他們根本真是貧窮到不得了 有時我們想一下 我們真的很豐富 我們有很多神的恩典 還有很多人輔導我們 每個星期輔導 我們可不可以想一下 我們有些什麼責任去改 我們怎樣負這個責任 對垃圾的處理是怎樣 還是依然這樣咬垃圾呢 你喜不喜歡咬垃圾呢 是不是好味呢 其實越咬越辛苦 人家說的事要怎樣想呢 還有怎樣看自己和看人 怎樣對人 我們發揮生命 到底有沒有心去發揮呢 我們怎樣運用時間 因為時間就是看手機 大家留意一下 看手機的時間 是真的浪費了很多時間 所以我跟有些人說 請你不要發問候 摺旗 其他信息或其他資料 如果我個人都是這樣收 是不得了 有些群組 因為我想保留 我可以發信息 那些群組我奉紙 一改鐘就跟他生 我根本就不看 因為如果我看是不得了 太多東西 人呢 我就會告訴他 即個人 我就會告訴他 這個都是我的時間 生活的習慣 我們的生活習慣 是怎樣的 還有我們事況的心態 大家想一想 大家反思一下 你在哪方面 你不要這樣說 我一樣都要 你做不到 一樣 一一樣 哪一樣你最需要做的 或者你現在可以做的 兩樣 一個就是你最需要做 第二就是你現在可以做的 大家想到沒有 你想一一樣 好 我們一起起身基督 你自己向神去講 天父教你感動你的心 讓我們去 去職責我們的內心 想回為什麼 我們一定停留這個狀況 是不是沒有辦法出得來 有沒有辦法出得來 待會大家去思想 我們先講到幾個區域 安全區 合併區 這個伸展區 脫離區 和成長區 就是說我們這些問題 我們首先 是否只是停留在安全區 我們能不能合併新的教導意念 然後我們會不會 開始伸展 離開這個安全的區域 然後脫離這些 舊有的模式 然後成長 在一會兒我給大家 一會兒的時間 去想一下 為什麼自己做不到 靠主幫我們 有什麼地方做不到 或者有些已經在做的 主呀在哪一方面 我們可以更加提升 哪一方面我可以更加提升 我給大家一分鐘自己去反思 給大家安靜的時間 慢慢每天都讓我們走到 對面 對面有一個需要的環境 求主耶穌給我們動力,深信我們的心靈寶貴 我們想改變,一定是珍惜心靈,珍惜神 珍惜我們今生可以做些甚麼,因為這些是永恆的 我們今生為你而做都是永恆的 我們任何改變神都欣賞 主耶穌求你改變,幫助我們 我們的內心到底是怎樣的內心 到底我們經常思想甚麼呢? 是否思想人的不好,思想某些負面的東西 或者是懷疑那些人想一些不需要想的東西 我們的情緒是否時常被人影響呢?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旁邊看 友達 旁邊看 就會想是想和眾 bén